今天的國際焦點要來看到印度和加拿大的關係 最近是因為一件殺人案件降到了冰點 而加拿大總理杜盜在記者會上也談到了這件事情 並且他要求印度政府合作一起來調查這件案件 帶你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雖然杜盜道他是呼籲印度政府配合 不過他卻不願意正面回應說會不會公布殺人案的證據 不過到底是什麼事情這麼敏感呢 原來就是發生在6月份這個席科教領袖遭到槍殺的案件 席科教呢他們是發源於龐哲普的一個宗教 那麼在6月份的時候這位席科教的領袖叫做尼賈爾 他卻在加拿大的卑斯省遭到不明人士槍殺身亡 那麼剛剛其實杜盜道也有提到 他們懷疑是印度政府派人暗殺的 為什麼要派人暗殺呢 因為其實他生前是被印度政府通緝 因為他主張龐哲普省應該要獨立 那麼龐哲普省就是這裡 位在印度北方的一個省份 那他主張這裡應該要獨立建國 變成哈利斯坦國 而且要注意的是 這個主張不是他自己一個人這樣想而已 因為支持這個哈利斯坦分離運動的人 大多都是席科教的教徒 而且他們為了追求這樣的主張 在1980年代開始 就透過一些爆炸還有暗殺的行為 引發了當地的衝突 導致印度有上千人死亡 而且當時的印度總理甘地 他也是遭到兩名席科教的護衛刺殺 那麼總理被殺啦 對於其他的印度人來說一定非常的生氣嘛 因此就在當地引發了反對席科教的血腥暴動 那這樣的暴動也導致很多席科教徒逃到了海外 最多的地方逃去哪裡了 就是加拿大 所以經過了多年之後 他們現在變成加拿大人了 那麼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他是為了要拉攏當地印度僑民的選票 曾經在2018年訪問印度的時候 就是有一群席科教的教徒來陪同 那這個舉動當然引發了批評 所以席科教其實對於印度來說 可以說是眼中釘 但是對於加拿大來說 又是他們想要拉攏的選民 因此這次的殺人案件 導致兩國關係越來越差 包含他們互相驅逐了外交官 甚至印度在21號還宣布 暫停核發加拿大的簽證 所以感覺兩國之間的分歧 是沒有這麼快會落幕的